台湾森林资源丰富 林务局每年会定期苏法林务 在标售给民间来利用 而今年花林林馆处 特别与有森林之乡号称的 卓西乡 共同合伴第一届 幸福卓西木雕艺术奖 以户外创作营的方式 打造出卓西乡的观光视野 也带动了国内林业的振兴 今年参赛者有10位 并且在为期15天的现场 木雕创作最终的目标比赛 所有的作品都将由公所代为典长 期盼能够展现台湾林木珍贵特色 永续环保教育的意念 也打造具有卓西多元的观光饰演 还有丰富的原住民艺术 戴着护目镜 手拿电动链锯机就开始雕刻起来了 工程相当好大 只有一根的台湾山 木雕师已经架构好作品 15天两周内的时间 要把作品给雕刻出来 经过了两周的时间 10位的木雕家把作品通通完成了 而这位木雕家陈全荣 更是把黑熊以及布农族人雕刻出来 充分表达黑熊与布农族人的亲密关系 并且作品当中就像是在唱歌一样 享誉国际的布农族八部合音 更能够透过作品来看见声音之相 我们不能讲的 八部合音是新南部国外的 他这个八部合音是需要被传承 所有这个作品是传承的意义是非常重大 夫妻教导的孩子 怎么唱八部合音 然后你对 然后教导一些对手 我们一起进去等一些他们的故事 然后表写熊与世人教导的小来 那个后面表写的店 然后一起保护熊的故乡 熊的故乡 然后当然 就是我们八部合音 能够有流传在熊的故乡里 仔细地介绍自己的木雕作品 木雕家陈明俊 希望透过作品来传达卓西乡的美丽文化 然后也是一个天类的原生 在布农族聚落里面 他们是跟大自然学习 学习共鸣 然后在这共鸣里面 已经发出一个天类的感觉 然后就是形成了一个翅膀 看得见 天类不再是只有听见而已 看得见 然后飞过 也是随风这样子 飞过树林扑落 也是代表着对部落的祈福 还有家人 然后 然后有意味着 幸福到来的意思 台湾森林资源丰富 林木局每年会定期的书法林木 在标授给民间利用 今年花莲林馆处特别 与有森林之乡号称的卓西乡 共同合办第一届的幸福卓西木雕艺术奖 以户外创作营的方式要打造出卓西乡的观光饰演 也带动了国内林艳的阵型 在我眼里 我就木头的观点 他们已经创造了我们卓西乡 特殊性 因为他用的是过去没有用过的台湾山 壮见月亮的山 刚刚看到的新编材都不是他们上色的是自然的颜色 并且有别以往的是这次不用漂流木 使用的是木头台湾山 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真五木之一 林木局曾经将2017年定调为国产财元年 宣告重启林业 看准台湾山光泽美丽 具备优良木雕创作原料的条件 这一次创作营免费提供了20棵 达到30年树林价格不菲的台湾山 也希望就着民间更普遍的运用 让国产财具备价格优势 并逐年持代进口 也因为颜色线条流畅美丽 在创作上能够为作品添加几分色彩 是台湾长得最高的一种树种 它可以到70公尺高 这一个树它的新材的部分 色彩上面的纹路非常的漂亮 新鲜的时候有流离光 那干燥以后它的纹路也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次 跟湘工所的一个艺术创作目标 透过我们的大师 来把我们台湾国产材的一个应用情形 过去都是漂亮的 那这一次完整的这些比较完好的一个木头 透过它们的桥手 可以创造出我们的书法木更高的一个价值 今年的参赛者有10位 并且为期15天的现场木雕创作 最终的木雕比赛 所有木雕作品将由公所代为典藏 期盼能够展现台湾林木珍贵特色 永续环保教育意念 打具具卓西多元的观光视野与丰富的原著民族艺术 我们现在所有的作品可能要放在我们这个布农园期不够 我们将来还有这个加工厂 古茶友的加工厂的园期 还有行政园期 还有这个农业的禅销中心 还有着乐的发通关的这个旅游的资讯中心 我们要放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我想明年我们还会邀请这些 所有爱好木雕的这些原著民同胞 来我们主席乡群音会 把他们所创作的都能够大作留下来 来呈现在我们主席乡的各角落 10位的参赛者15天的现场创作 正式揭晓木雕比赛前三名以及七名假作 他的作品名称是神仲登山莫林 以发挥飞得越多走得越圆 象征着用身体建设家园的固能精神 这次冠军是石雕家刘金德所获得 泰鲁格族石雕艺术家刘金德 与石雕结缘35年之久 最近45年才接近木雕 作品是以沉重为主题 诉说布农族人过去在山林里讨生活 当寻山源 当协作员 祖先们制作背楼 背架 背起沉重的物品 以发挥背越多走越远 象征用身体建设家园的布农精神 我的肯定有爸爸 儿子 台湾的物品 我跟教育 一众身当墓里是布农族在山林 好中国 背公 背得越多走得越远 降生的布农族 勇士精神 我的作品的主题是神音传承 今年第一次办理比赛 未来还会持续性的来办理 木雕艺术奖共有10名来自全台各族群 经过评审之后的木雕艺术家来参与 作品展现独特的美感以及内涵 并且实现作品都将展示在 卓西湘的一路感布农园区 卓西湘公所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民众来观赏 记者高雙雙卓西湘采访报道